好 我們來看立體 他說一個人拿了兩桶 裝了50的水 丟一個木頭 木頭然後倒75 木頭 為什麼木頭會浮 不會沉下去 所以就幫他綁個東西下去 下去之後呢 變成FIRS 然後呢 抱歉不起 木頭那個 九頭呢 丟下去的時候會有FIRS 然後把兩個一丟下去呢 就會變成115 停車戰界問 木塊有多少 好好寫就沒事了 水就是50嘛 木頭對下去 一部分在上面 下面就是75嘛 那水加10就是FIRS嘛 那你看到水等於50 水加10等於FIRS 就可以算是誰出來 你可以算是石頭嘛 然後再來 全部對下去 水加10加一個115嘛 那問你木頭多少 那你看又知道怎麼做 115減80就好了嘛 115減80就好了 所以直接看就知道了 他跟115減BIRS答案就出來了 回答就C嘛 所以他寫下 類似都不要理他 他寫那麼多字 你就自己在那邊整理一下就好了 他水瓦椎 水加這個瓦椎 那個叫瓦椎 寫完就會了 看完就會了 OK 剛才你講過了 看完就OK了 水瓦椎 水瓦椎問題 可以嗎 可以 停車站接問 有一個人要量砂 細砂 細砂就是他會有空隙 所以你把砂也丟下去的時候 你量到的是誰啊 你量到的是砂子加空隙 聽懂的意思嗎? 然後再往裡面灌水 為什麼有什麼問題呢? 不然你會把那個空氣怎麼樣? 趕走 又變成水 所以就是只有水加沙子 聽懂嗎?就是只有水加沙子 他就起來了 甲這樣子做 乙就這樣子做 然後餅就這樣子做 停車站接溫 他就告訴你說 為什麼一到他去的時候 只到300 沒有到350咧? 你不是應該100 加250 變成350嗎? 你為什麼只要到300咧? 為什麼咧?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困難啊 這我剛才已經講答案出來了啊 我剛才的講解的過程中 我等於是已經報答案了啊 這位叫做 30 你選A喔? 請坐 他選A 原來是350是有空隙的嘛 那現在水進到空隙 空隙就不見了嘛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 阿所以咧 他就請問你 那表示沙子有多少? 那表示沙子有多大? 那表示沙子有多少? 剛剛講過我們就寫一個水加 沙加空隙 水加沙blahblahblah 水多少 寫完就會了 寫完就知道有多少 寫完就知道有多少 來 停車戰結婚 現在找個可愛的小女生 可愛的小女生 怎麼都男生啊? 可愛的小女生 這是幾號? 還是男生 為什麼抽不到女生呢? 抽個小女生吧 對 11 11 11 你又要發呆了 你昨天站起來發呆然後找人救你 現在你今天又發呆了 你太厲害了 時時發呆 來 找另外一個 2 22 你選豬喔? 是兵 請坐下 寫下來就好 沙子加空隙250 水100 倒下去之後就沒有空隙了 水加沙300 那怎麼去算水? 算沙呢? 水加沙減水嗎? 直接解完答案就200 很簡單 我剛才想說你把他寫下來就OK了 就會了 他們寫到一次都不要理他 把他寫下來就可以了 OK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的方式 可以嗎? 可以 很好